如今相声可以说是一部分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德云社发展到如今经历过多次口碑崩塌的场面 比如2010年的李赫彪事件 2013年的郭德纲红双喜事件 2016年的德云社家谱事件和调侃安吉事件 2018年的张云雷事件 虽然出现过种种事件 但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相比过错 郭德纲师徒带给大家欢乐而言 可能真的不是什么大事 德云社的演员们也是让人们又爱又恨 但这帮人太过于真实和具体 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很难轻易舍弃 说他们真实 因为刚开始听相声那会儿 剧场里已经很少看到郭德纲了 像是岳云鹏 烧饼 孔云龙 鸾云瓶这些人 见到的机会非常多 特别是微博刚刚出现那两年 这帮人都把微博当QQ一样玩 什么话都敢说 和粉丝之间也经常斗嘴 所以对他们没有任何距离感 真的像身边的朋友一样 而最近几年随着德云社的大火 演员们也随之忙碌了起来 慢慢的互动也变得少了起来 距离也感觉慢慢变远 不过德云斗笑社的开播让很多粉丝找回了那熟悉的感觉 这帮人还是那么真实具体和不完美 特别是第二季第一期中 曹赫阳的灵魂发问 你还记得请我上你家吃饺子吗 你还记得你请我喝酒吗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开车 是谁陪你上的高速吗 第一次合租是跟谁 第一次点外卖是跟谁 第一次看房 你都忘了吗 问的岳云鹏声泪俱下 当年岳云鹏从师傅家搬出去 和曹赫阳合租在一个小房子里 二人在微博上分享了很多日常照片和小视频 关于做饭 练功 家务 演出 以及各种碎碎念 一下子全回想起来了 他们的青春里有彼此的印记 我的青春里有他们的印记 印象中 岳云鹏在大红大紫以前 和他私下里关系最好的两个人 一个是赵云霞 一个是曹赫阳 岳云鹏总红之前 在德云社是不怎么招人待见的 他性格内向 情商偏低 还不注重个人卫生 所以一直主流圈子边缘 而赵云霞是云字科里 进入德云社比较晚的人之一 也是农村出身 和岳云鹏身世相近 所以惺惺相惜 关系一直不错 曹赫阳2006年进入德云社 属于代艺投师 和郭德纲的关系 没有儿徒那么亲近 同样也是在核心圈边缘 徘徊的人 赵云霞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一言难尽 但是岳云鹏 一直称呼其为六哥 岳云鹏虽然以岳生为 德云一哥 但一直是曹赫阳心目中的 那个普通室友 对曹赫阳的印象 一直有点清冷 他是北方取校的毕业生 而且是学生会主席 再加上长相周正 身上有一股正气 像个聪明人 在此次团宗的游戏环节 他的智商明显高出 其他人一截 先用感情绑架月云鹏 拿到低息贷款 接着又通过转移财产的方式 结结实实的 坑了岳云鹏一把 令岳云鹏资金链断裂 破产倒闭 阮云平和烧饼 也是印象中的样子 他俩过于真性情 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 看看德云斗销社第二季 第一期展现的烧饼 还是那么莽撞 轻轻松松就掀起了末盘 阮云平的眼神 还是那么冷峻 吓得师兄弟们不敢亲近 还是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味道 相对于其他综艺来说 德云斗销社可以说 大大的拉近了 粉丝和演员们的距离 他们在不经意间 透露的往事 就可能勾起无尽的回忆 那些年 师兄弟们一起努力的经历 让粉丝们 也看到了真实的他们 也许就是这份真实 得到粉丝们的认可 德云社才能有如今的成就 你们觉得呢